观音时间岁月如说 时间来到了公元2025年的岁次已四年 在度过了五大集星充满的2024年 2025年的蜀牛的朋友 是否可以延续这一份好运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蜀牛的朋友在2025岁次已四年的流年总论解析 在蜀次已四年 蜀牛的朋友本命公 他迎来了华盖星这一颗集星 来独作我们蜀牛朋友他的本命公 是的 在宋斗甲成年的四大集星之后 华盖星就单独的拎包入住 我们蜀牛朋友的本命公 而复星有白虎星 天雄星 天枯星 以及黄帆星这四颗复星 取代了蜀次甲成年的七大复星 所以原本2024年 蜀次甲成一次挤进十二颗星宿的蜀牛的本命公 今年就仅有五颗星宿接替入住 所以就感觉 这个本命公好像有一点宽敞了 而在蜀次已四年的本命公 主星只有华盖星来独作 那么这到底能不能够压制得住 包含白虎星等四哥复星 那些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复星呢 你这就不用非常担心了 因为远方还是有太岁星君 以及天以贵人星 来为我们蜀牛的朋友进行了保驾护航 一般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会有特别几个月的时间 你的复星群才会特别的躁动 进而引发了外部其他星宿的共振 对蜀牛的朋友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会比较需要注意之外 其他的时候都还算小担心就可以了 不用太担心 小担心就可以了 基本上还是蛮平稳的 在事业上蜀牛朋友需要就是稳定 虽然我们知道华盖星是有助于事业的 但是毕竟华盖星是一个专门打辅助的星宿 所以当辅助他却占到了主C位 那这不免有一些力不从心的问题会产生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 就要分两边的状况 我们来注意 第一个就是自己非常注意公司的规定 以及自我行为的规范 这个是为了避免什么呢 为了要避免远方的官服星来做影响 今年的官服星 容易与本命宫的黄帆星进行了互动 黄帆星到底是什么呢 他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名字 他就是在九要星里面的基督星 而基督星本身就是一个无实体的凶煞之星 所谓的无实体 他就是跟其他的星宿不一样 其他星宿都有代表他的实体的星星 但是基督星他是一个没有真正的星球 而属于一个虚星 简单来说就是以能量形成的星 他没有真正的身体 在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故事 这个我们放到其他视频再来讨论 而这个基督星也就是黄帆星 就容易让鼠牛的朋友 因为做事做到一半 你可能就没有耐心不耐烦了 或是因为其他事情导致了分心 而让这些错误出现在你的公共范围内之外 也会诱惑我们鼠牛的朋友 因为各种因素来挑战法律或是公司的规定 而这样你会以为 这个我自己管的 没事没事没人知道 有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小手段 却非常容易因为观伏星的力量 而导致 本来真的是可以一手遮天 谁知道东边的窗子没关 就变成东窗事发 陷入了无论是诉讼 或者是各种 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一些麻烦的施端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今年你不要尝试犯法 也不要因为各种因素来去便宜行事 做些不合公司规定的事情 过去没事一手遮天 他或是可能可以获悉你 不要帮我做这些事情 怎样怎样的 但是在遂次以色列 就会有人借题发挥 这真的是会出大事的 而在对外勤务的一些做业务方面的 你这个要注意跟客人对谈的话术 还有你合约的内容是不是合乎公司的规范 你不要因为着急的成交 给了灰色或是魔能两可的回答 这样会跟刚刚说到的一样 会受到了天官服 这些新秀的影响 极大概率的会引发了争议 投诉等等之类的 这样有时候你丢饭碗 就变得是小事 去吃免钱饭 采逢任机 这个就是大事的 而对于内心的朋友来说 今年要注意的就是跟对人 因为今年本命宫的华盖星 受到远方的太岁星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要清楚职场上 谁的势力是比较大的 或是谁的权力是比较集中的那个地方 针对这个我们就好好怎么样 看是谁看准了 好好巴结一下 黑马屁不好听 那么就自己讲话 就讲的好听一点 偶尔送点礼 关心一下 主要就是打好关心 这点就是很重要了 因为华盖星本身就是需要 像太岁星君这种 有官位的星秀来帮忙 那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你站对边 对自己肯定是有好处的 而对于你是做私自备的 或专业性的朋友来说 今年要注意公安意外 不要以为自己是老手的 那个没问题的 生青如业没事情的 这个根据会统计 会溺死的 在水里溺死 在海里溺死的 大部分都是很贵游泳的 不要拿生命或是健康 去挑战太岁星君 你会不会赢 老师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太岁爷 他很少输 而对于做办公室内的 要注意系统的备缘 系统档案 你要随时的备份或存档 在这个年份里面 你放一箱乖乖 都不如把你的系统备份 跟安全措施来做好 系统备份 或是UPS 这种防断电系统 你做好了 我们再去放乖乖 这样才有效嘛 所以整体而言 属牛的朋友 在2025岁次已逝年 事业运 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自己的行为 所以属于小胸 哇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财运部分 今年属牛的朋友的本命中 的的确确 真的没有看到任何的财星 可以来给我们一些照护 但这不代表 我们今年没有财运 真糟糕 不会 没有这回事 我们收到远方的金亏星的保佑 这个2025年还是有点财运的 但不多了 有但是不多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对属牛的朋友来说 守住财富 把握现金来储蓄 是在2025年是最好的理财策略之一 因为本宫的黄帆星本身也是一个消耗之心 所以在一般财务方面容易发生一些 无端的破财事件 虽然感觉无端它其实也是有机可行的 比如说交通工具的损坏 家里的电器产生的故障 或是买房子 房子漏水等等之类的 发生的频率都比之前还要来的高 所以先准备一笔修缮费用的预备款或存款 先把它准备好 那是比较重要的 而在投资理财方面 岁次已是年的2025 受到远方有一颗无鬼心的影响 投资部分 真的你是必须要想清楚 因为加上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也被远方的浮沉心去照射到 所以投资部分它的稳定度 其实是真的不高的 当然有的人会说 老师你这错了 这个投资当然就是要波段上下 你才会有利润 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 但是无鬼心就会让你再一次的 这些波段的这些刺身的堆叠里面 你把你的白花花的钞票 变成一片片的浪花 然后美美的撒在对账单上面 成为你美丽的回忆 所以这个以四年 大举进出投资市场 频繁交易 这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是对属牛的朋友而言 最好我们还是怎么样坚持的存款 并且利用滑盖心与金贵心的力量 透过正财 正财就是我们的工作劳务所得 来增加我们存款的基数 这才是相对好的理财方式 虽然属牛的朋友 还是有比较有利的流月 但是因为你本身的本命功里面 财运的能量基本上是不高了 所以能量有限状况之下 就像老师觉得 我这个身高我觉得很高 在姚明面前 然后我就跟哈比的没什么两样 所以是说不要觉得自己好就好 你现在没有这个能量 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最好还是不要频繁进场 守住财富存款是最好的 所以说在整体而言 属牛的朋友财运仅能属于中平 最干净方面 在岁次以四年的2025 对于已婚或是有办理的朋友来说 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受到远方的指辈心的影响 让两个人相处之间 不是受到他人的挑拨 就是容易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嫌隙 而导致了感情的原本一些可以避免的跌痕产生 所以在2025年 在两人相处最重要的 感情上相处最重要的 就是沟通二字 有人把沟通做了过度的解释 或是有点误解 什么样的误解呢 就认为我好好跟你说 所以说我说了 你听了 你就应该好好配合我 所以我只要愿意说 你有在听这个事 应该就是这样子 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嘛 亲爱的 你这不叫沟通 通常我们会比较把它归类为命令 或者是说服 所谓的沟通 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不同 有各自的坚持在原地 讲好听一点 就像一条溪流 中间有卡了一块石头 那我当然会让你这个水流失控 也会让你的情绪也失控 而讲难听一点 就像尿道结石一样 对不对 你憋也憋不住 尿也尿不出 而且你还很痛 是不是就很难受了 所以沟通就是要取得 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所以说讨论出来的最大供应数 不是都可以接受 但是共同可以接受 或者是要先以退为进 再找出我们两边最大的功倍数 不要让对方觉得是说 他因为我们退让 然后他就觉得他被占便宜了 或是他损失了什么 所以说这沟通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感情功课 再来就是有人如果在你耳边说 你老婆怎样讲 你老公怎样讲 你男朋友怎样 你女朋友怎么样 怎么样的 甚至是哪怕他是你的至亲好友 跟妈妈 儿子都一样 我们可以相信他是出自己好心 关心我们 但是如果你心有事 你要去问伴侣 那就你这才是真的 就硬道理 你不去问他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懂得开神不攻 能让两个人相处 就像走路一样 怎么样的 左脚右脚都得配合 一个往前了 那么一个才能就往后 一个往后了 一个就要奋力往前跨步 如果有一只脚 他如果是一个脚跨步 一个小就停住 那么感情这条路 你要怎么走下去呢 懂我这意思吗 而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 心仪的 欣赏的对象 只要是合法的 你不要搞些非法的 你就勇敢说出来 你不要憋着 虽然成功概率 真的蛮低的 真的是低的 但是我们可以 很快知道答案 而不用受到 暧昧的折磨 你要嘛就成功 你要嘛就失败 不会因为你暧昧很久了 本来对方不喜欢你的 暧昧久了 他就变成喜欢了 这概率是 真的是不高了 是还蛮低的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 在这种 恶于我诈的环境里面 你要靠主动 来斩断你的心魔 而在其他时间内 就可以干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说我们各一天都想去想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那我做了 我们是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 那你现在这个状况 你其实也不会比较好 所以说 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么失败就失败 没有问题 因为他明确拒绝我们了 那么我们下一个会更好 对不对 所谓的良缘 都是最后一个 你到最后一个 都是最好的 是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说真理而言 我们属牛的朋友 感情运就属于小胸 而最后我们看到健康 在健康上 在这个岁次已是年 我们受到黄帆心 与天枯心的影响 属牛的朋友 身体会比较虚一点 容易比较内分泌失调 比如说年轻的朋友 你会长青春痘 或者是一些 其他朋友可能 长一些皮肤病相关的问题 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而如果你有肾脏性疾病 或是相关病史的朋友 包含糖尿病 都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哪怕你可能就是后面不舒服 有点痛 这些症状 之前尿结石或是肾脏炎的 都要尽快的安排就医检查 趁早治疗 这是比较佐到的 而在其他方面 毕竟今年白虎星是直接驻扎在 我们属牛朋友的本命宫 虽然远方有天解心跟地解心 这两个急心来化解 来给我们属牛的朋友 消灾解难 但是你说他完全化解 毕竟他是在远方 所以是说 有一点鞭长莫及的意味存在 所以老师已经几乎提前半年的 告诉你这个影响 所以如果你是属牛的朋友 而且你有计划要开刀治疗 身上某些疾病 那么就不要拖到2025年 最好还是在这个2024年的 碎刺甲城里面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为宜 毕竟2020年属牛的朋友 你的本命宫是有福德与福星 这两个星宿来照耀 无论如何都比在2025年 拖到那个时候在做外科手术 还要来得好 这点属牛的朋友 你真的要认真的听 认真的去考虑 而这同样是开刀 但是如果你是怀孕要生产的 那这个你就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天大地地大 胎神很大 所以白虎星是不容易 同时在被天解星跟地解星的压制 这种状况之下 还可以战胜胎神 这个概念是极低的 胎神力量是很强大的 除非 老老师说的是除非 你在家里的装潢 你犯到了胎神之外 否则基本上生产 就比较不怕白虎星了 因为他是喜庆的事情 又有天解跟地解 这就没什么影响了 而在其他方面 毕竟受到了血刃心跟破碎心的影响 你还是要注意日常骑车开车的时候 你都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边骑车边开车 然后还看着手机影片 看看那些短视频 或者是什么一些奇怪的追剧 不要说怎么会有这种人 就是会有人边骑车边开车 而且他不是停车下来看 然后停轰 连宏利登之后看 他是在行径过程就在看了 对不对 看什么 你看你手机架上的影片 短视频刷起很有趣 边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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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老师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你过去可能都没事 你觉得你家属技术很好 你觉得你可以一心二用 你觉得你用余光去看影片 然后其实我也在看正前方的 我告诉你 人的大脑不是多元CPU 你又不是章鱼很多个脑 对不对 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过去可能都没事 那只是你的福大命大 在今年这样做 你大概率会出事 而你自己去出事就算了 送你自己的命也就算了 但如果你还伤害到别人的家庭 让别人也受到这么大的创伤 那你真的是最大二级 业力强大了 除此之外 所有朋友可以的话 建议你定期去捐血 中国车会现血 这样可以遗血 破血 又可以累积功德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而在这些血管跟白虎心交织之下 最好不要嫌老师啰嗦 意外险 这些相关的保险 你还是买好买满 你省下那一些保险费 不能让你多吃几个好的 但是多付出一些保险费 轻则就自己一面 你不会因为钱不够治疗 而隐恨其北 不会 那重则 你真的不小心走了 你的轻额老小 有没有饭吃 能不能好好的活下去 那这个就是大事了 有买的 其实通常都没什么事发生 这个其实也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 所以整体而言 属牛朋友 健康运 真的是属于凶 那么以上就是属牛朋友的流年总论解析 虽然看起来真的不是很好运 好像都会有些事情发生 但是老师已经跟你讲 虽然不好 我已经跟你讲了解决的方式 老师有在讲 你有没有在听 有听你也要记住 你小心注意一点 老师也不会多因此多挣一分钱 但是可以让你自己趋极必凶 顺风顺水 平平安安的过了这个随之一四年 你觉得不香吗 而且老师还有每个月都给你留意解析 告诉你每个月你可以注意什么事情 那不是很刚好吗 所以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